北韓在台湾时间17号18号 短短10个小时之内 连续向日本海发射两次的飞弹 北韩怒批在美国核子潜舰 米苏里号17号才停靠南韩辅身 这个举动是不是想要预演核战呢 而日本则是发出警告 北韩飞弹了落点的范围 已经可以涵盖整个美国了 北韩在台湾时间17号晚上9点42分 朝向日本海发射一枚短程弹道飞弹 短短10小时内 北韩在18号早上7点42分左右 再度向朝鲜半岛发射飞弹 双方各说各话 北韩谴责美国派核潜舰停靠釜山 等于是预演核战争 而南韩也指控北韩的行为 是蓄意调性必须立即停止 我们的国家在韩半岛和 颜内的军事性的紧张 国家的默默的准备行业 事实上这已经是北韩 今年第20次发射飞弹 韩联社报道 北韩恐怕是在抗议 美国和南韩 敲定明年将执行联合军演 而日本同样强烈谴责北韩的作为 日本推估这次飞弹飞行的时间 大约73分钟 最后掉落在日本北海道 250公里的外海 而且射程超过15000公里 威力大道甚至可以涵盖全美国 日本就针对北韩的行为 透过驻北京大使馆 向北韩提出严重抗议 同一天日本也向白宫国安 顾问苏利文通话 美日韩三方将进行 紧密的军事沟通 维护朝鲜半岛和印太地区的 和平稳定 记者松和报道 重抗议